大家好,我是高治昌,是一个外科医生,我在2008年加入无国家医生 相信大家最近在新闻听到很多关于伊波拉的消息 其实无国家医生是其中一个最先在基雷亚治疗病人的救援组织 今次西非的伊波拉疫情极之严峻 为了控制疫情,我们已经运送了超过40吨的物资到了当地 现在有超过1000个救援人员正在前线分秒必争地工作 因为伊波拉的病毒有高度传染性,病人必须接受隔离治疗 而医护人员也必须全身穿着防护衣物才可以工作 除了医治病人之外,无国家医生也会追踪曾经接触过确诊者的人落实消毒措施 也会在社区向民众宣传什么是伊波拉病毒和它的预防方法 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 今天我们急需你们的支持,请立即捐款 帮助我们防止疫情的扩散,多谢!